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音对战落马最终以波音公司继胜一筹 斩获本次竞标的冠军 波音公司更是在其官网放出豪言 TX未来几十年培养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的正确选择 而火力军今天要讲的却不是披满霞光与瞩目的冠军 而是本次竞标的亚军 一架被低估的全优教练机T50A精英教练机 为什么T50A在火力军心中是一架被低估的全优教练机呢 美国到底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波音而不是落马呢 别着急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揭秘 落马与韩国KAL联合生产T50A 在本TX项目中可是一位实力派选手 不仅具有F16般的性能表现 而且有着超长时间的服役记录和全面且完整的试飞计划 有着波音公司不具备的低风险方案 曾经T50A首席试飞员就表示 T50A是一种成熟的现货飞机 如果美国空军选择该机 那么计划中的TX初始战斗力的形成时间就能提前 而且T50A与F16性能相近 是美国空军熟悉的驾驶机型 这样战斗肯定会事半功倍 所以T50A是本次竞标项目中风险最低的方案 T50A是基于FA50战斗攻击机 FA50战斗攻击机则是基于T50高级教练机研制而来 关于T50的基本情况 我在之前的影片已经多次的详细的介绍过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行在火力军的频道里面搜索关键字 T50就能找到 我们就来说说参加TX竞标的T50A 精英经过两次大升级都有哪些大不同 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T50A 是精英首次采用嵌入式虚拟训练系统技术 根据美国空军的硬性要求 该机装备的全新的TX软件来处理LED显示和嵌入式训练 多架T50A可以通过数据链接在一起 能够模拟出空中或地面目标的威胁场景 手动选择威胁目标的武器 机动性和型号特点 在机上训练中 学员可以使用飞机的虚拟传感器进行攻击或回避动作 配上虚拟雷达 虚拟瞄准吊舱以及虚拟电子战系统 使学员可以沉浸式体验逼真的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斗机的座舱环境 从而达到单机或多机的训练目的 落马公司还将为其研制配套的地面训练系统 让学员在地面模拟器上就能完成高级飞行训练以及武器系统训练 真正实现与真机相连的特性 其次由于T50的座舱比较仓促 落马公司重新设计了座舱布局 更完美地切合美国空军飞行员大长腿的特点 并把DART设计成一个可拆卸的设备 由美国空军标准的空中加油插座和一个附加油箱两部分组成 T50A可以根据需求来决定是否安装DART 非常的实际方便 最后性能方面 在TX方案中除了波音双锤尾的BTX以外 T50A的飞行性能将超越其他两个竞争者 该机的设计上大量借鉴了F16的技术 翼展与F16相同 机身略微缩小 并从机腹进气改为机身两侧进气 虽然单台通用电器F404发动机的推力 不及F16的F100或F110 最大加力推力只有8039千克 但T50A的重量也更轻 空重低于6.8吨 所以T50A的飞行性能 虽然不能说是与F16一样 但也是非常接近了 在操作方面 T50A安装了一台F16Block 60的数字式飞控计算机 操控响应平顺而迅速 在这场竞标中 美国主办方为了激励大伙的热情 制定了一些有趣的经济激励措施 来提高相应的产品性能 比如飞机的过载能力 最大过载在6.5G的预值上 每提高0.1G直至7.5G的目标值 投标人都将获得财务激励 意思很明显 谁的设计方案牛逼 谁就能得到更多的钱 T50A在这方面能够轻易达到6.5G的转弯要求 7.5G的目标值也是伸手可得 不存在任何问题 在超音速方面 T50A能飞到625节 也就是1.2马赫 美国飞行员驾驶T50A保持密集编队是非常容易的 该机具有与F35和F22相同的权位移侧干 操纵起落升降也非常简单 落马公司为了消除F16降落时的弹跳现象 重新改进了起落架设计 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控制臂和避震设计 即使是重落地也不会造成弹射现象 这样设计出来的飞机 可以说就差给美国飞行员张嘴喂饭了 简直合适到家了 相对于美国空军要求的轻型攻击任务 落马公司更专注满足空军现在的训练需求 目前T50A只能在机腹中线处挂载一个行李吊舱 所有的武器训练都将采用虚拟方式进行 总体来说 T50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合成训练能力 并且有着与F16战机70%的通用性 在后勤和维护上能降低不少成本 但火力军认为 美国要求TX执行假想敌或轻型攻击任务 完全可以采购现有的FA50战斗攻击机 该机有7个外挂点 能搭载有效载荷4500千克 能够挂载副油箱和各种弹药 能搭载导弹类 AIM9小尾蛇空空导弹 小牛空地导弹 炸弹类则有极数炸弹 低阻力通用炸弹等 并配备了一门20毫米的机炮 再加上它1.5马赫的急速和1150英里的航程 完美解决美国空军TX轻型攻击任务需求 这样的精英家族谁不爱呢 那美国选择波音而不是落马的原因就很耐人寻味了 美国官方给出的声明大致意思是 TX计划原本耗资约197亿美元 波音公司的出价至少使项目节约了100亿美元 比落马公司的更省钱 再加上波音公司给出的设计方案 与落马公司的设计方案所达到的性能效果相近 所以是波音公司获得了最后的合同 这份不定数量合同将允许空军购买多达475架飞机和120套模拟器 先期计划购买351架飞机和46套模拟器相关设备及备件 合同总金额92亿美元 平均单价2621万美元 美国空军部长西瑟·威尔逊女士说 新飞机将为我们提供所需的先进训练能力 以提高未来空军飞行员的杀伤力和效率 通过竞争 我们在TX项目上节省了至少100亿美元 这其中的含义大家自己体会就好了 落马公司的T50A虽然没能在TX项目上获得优胜 但它就像是一个停在巨人肩膀上的战绩 在国际市场上也打出了自己的赫赫威名 T50A的市场定位很准确 再加上背后第一军火商的支持 很快就攻占了这一细化的市场区域 其出口单价也是比较亲民 在1800万到2200万美元左右 在国际军火市场中占据着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比如韩国空军自己就已经接收102架各种型号的精英 同时T50还有不小的出口业绩 印尼 泰国 菲律宾 新加坡等国家都有引进 新加坡就引进价值5亿美元的教练机 装备到新加坡空军 T50A这样一款试飞成功 并走在世界最前面的超音速教练机 高效地培养出优秀的作战飞行员 还将国防力量提升了一个档次 那大家觉得T50精英在未来 10到20年间 是否还能处在超音速教练机的前沿 未来是否能升级改造 改造的方向又在哪里 欢迎大家留下自己的观点 我们一起讨论 明快速试试试园 这边的未来正儿 我是说 自己想中解 avaient吗 以后